男星陳志鵬曾是小虎隊成員之一 日前卻被爆出涉嫌逃稅以及對待員工台獨惡劣等 據陸媒報導指出 陳志鵬於2019年到2021年之間疑似逃稅漏稅 因此補繳了大約人民幣5000多萬元的稅款 不料今年再次被檢舉,遭到稅務機關偵查 今日有一名自稱曾是陳志鵬公司旗下員工爆料稱 陳志鵬不簽勞動合約且違規解散公司 還拖欠賠償金,在工作時更經常辱罵員工 該名前員工也公開了對話截圖佐證 只見一次是陳志鵬的用戶不斷發出髒話辱罵字眼 更爆料他與別人合作時經常收了錢 卻不認真完成工作,甚至經常拖欠款項 陳志鵬截至目前為止都沒有做出回應 而不少網友痛批他 逃稅漏稅辱罵員工就應該封殺禁止撈禁 不過仍有大批粉絲力挺 認為沒有證據不能先罵人 希望他本人親自出面成親